那下個月 那下個月 這整個COVID-19 當然它都是分批到貨 因為都有一些相關期限的問題 那六月 我們預計會有兩百萬 會進來 那到了八月底 應該有一千萬劑 那我們也希望 各個這些供應的廠商 能夠 以這樣的一個時程 照原來的時程 那能夠持續的來供應 那也在呼籲COVID-19的平臺 也不要因為有其他的因素 而干擾了我們進貨的一個時程 好期待喔 真的可以如期到貨嗎 青皇 我們會告訴大家 真的像部長講的 會如期到貨 為什麼 因為我們跟莫德納簽的 就是年終六月的時候要到貨 所以呢 部長告訴你六月份會有兩百萬劑 那只是部長告訴你說 不確定是哪個牌子的時候呢 其實他是為了保證說 我們的這個疫苗取得可以安全嘛 所以我們其實疫苗選擇上面 除了莫德納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六月份的時候 大家可以期待 那另外是我們的疫苗取得 真的受到很多的壓力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你看從COVAX來的時候呢 大家會部長會告訴你說 他也是到確定了之後呢 他才會告訴你這個好消息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疫苗確實是很重要 而在目前呢 又傳了一個消息出來說 這個台積電 因為蘋果擔心台灣的台積電呢 出現確診的情況 說台積電呢這個蘋果要幫他們 台積電員工跟員工家屬呢 爭取疫苗來施打 那這件事情呢 台積電的說法是說 這純屬市場傳聞 但他也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疫苗這件事情呢 對於台灣 確保台灣的這些 這些半導體供應鏈來講很重要 然後呢 你看到這個蘋果的新聞 再加上彭博社也出來告訴你說 你看 他說除非台灣人獲得疫苗 不然全球晶片的供應更加危急 但彭博社其實沒有更講 更進一步的是什麼呢 他是擔心全球晶片呢 如果你鬧出晶片荒的話 其他的產業一併受害怎麼辦 其他的產業一併受害 那你全球的經濟復甦就有困難 全球經濟復甦有困難 對美國來講 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彭博社其實完整的論述是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擔心說 你台灣的這個半導體 如果受到影響的話 會不會連帶影響到 全球經濟復甦的這個動力啊 所以呢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告訴你說 美國應該也會幫助台灣 在這個時間點呢 加速取得疫苗 然後在這個時間 你看到兩個國家 讓你覺得這個好奇怪的對照組 怎麼說呢 你看日本哦 日本已經拿到相當於他五倍人口的疫苗 結果他的狀況是施打率竟然不高 日本政府要想辦法提高施打率 所以呢 他這個時間告訴你說 他要辦冬季奧運 疫苗不打不行 但是呢 他的狀況是 這個疫苗好像放到 又沒打出去 打的比率又不高 又放到快過期了 好浪費啊 所以你看了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在我們台灣大家急著疫苗的時候 你有那麼多疫苗放到快過期 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另外一個國家是以色列 以色列目前呢 他告訴你說 他五十歲以上人口接種比率已經是九十二趴 那他的國民接種比率高 所以他告訴你 他陸續要解禁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以色列是從六月一號開始呢 他的衛生部長告訴你說 他要逐步的廢除之前 對於防疫的規定 包括對於人數和聚會上面的限制 所以你看疫苗有沒有很重要 當然很重要 所以呢 我們台灣其實有我們自己衛福部跟指揮中心 規劃的疫苗的時間表嘛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陳時東部長告訴你說 這個目前我們不是有一批AZ上個禮拜到貨嗎 那接下去呢 還有六月份會有兩百萬劑到貨 那所以其實是我們全民要搶這個疫苗的接種 那八月底跟七月的時候呢 他也告訴你 還會有一千萬劑的時候會到貨 所以我們台灣其實疫苗的數量相當多 那妙的就是在這個時間 我覺得好奇怪哦 就大家都知道中國疫苗的保護力 其實就有問題也有爭議嘛 不管是國藥的或是科興 尤其是科興的 其他幾個有幾個國家科興疫苗覆蓋率已經這麼高了 高到六七成以上 結果確診數字一直降不下來 在這個情況之下 台灣竟然還有人一直要爭取說 要打中國的疫苗 這個很奇怪 然後所以你看哦 這個部分藍營的人士跟統處長說 要去採購中國的疫苗 這個訊息就變得非常的奇特 你幹嘛要這麼做呢 那另外一個要拿來討論的是什麼 是很多人在講說 這個BNT的疫苗啊 因為BNT跟美國的輝瑞 其實他共同開發疫苗 然後呢上海復興 就中國的上海復興說 取得他的代理權嘛 那很多人說 我們這時間要趕快加緊要去 趕快跟上海復興去買疫苗啊 放話放了一大圈 那我們要跟各位講啊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BNT呢 跟我們的指揮中心 去年其實一直都有在談 談到去年底的時候被打斷被攔弧 被中國的上海復興說啊 我有代理權 所以呢我從中間把他打斷打斷 可是這問題在於說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很妙的事情 放話放了一大圈 但是指揮中心就告訴你 他就沒有來申請嘛 因為你要來臺灣要申請要送審嘛 那為什麼他不來申請不送審呢 為什麼很多人就質疑就說 你是不是因為你到臺灣來送審 申請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 臺灣就真的跟你不是同一個國家嘛 所以你等於擺個彎去承認說 一中原則這件事情其實不存在的 所以上海復興現在的做法就是 外面放話放了一大圈 想辦法施壓 透過媒體施壓完了 透過國民黨的立委施壓完了之後呢 發現效果有限 現在最新的策略呢 要找地方的諸侯來施壓 說透過縣市長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有新北的市議員 對於侯友宜的部分提出來說 這個新北市政府應該要去買上海復興的疫苗啊 然後大力的要去引進啊 然後為這件事情周旋了一圈 所以你看從媒體站 然後到透過地方來施壓 上海復興做了一大圈 但問題是你為什麼就是不來申請 其實理由就很簡單嘛 你就是希望臺灣去求你嘛 但指揮中心也告訴你一件事 去年到今年呢 BNT談了一圈 而且後來為什麼被截斷 就請你去想一件事 我們能夠把三千萬劑哦 去年在談的疫苗數量 全部都重壓在上海復興身上嗎 當然不行嘛 因為你想想看 連COVAX 中國都可以去影響他 透過WHO去影響COVAX 那上海復興在中國的手上 他如果今天要逼你什麼事情的話 他影響你疫苗到貨的速度就好了嘛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三千萬劑 怎麼可能全部重壓在上海復興身上 然後現在更妙的狀況是什麼 上海復興所自己要代理的BNT的疫苗 他取的名字叫復必泰 那這個復必泰呢 在中國自己也沒有通過審核啊 中國自己也沒有打 所以他們講的大中華代理權 真正實際在銷售在哪裡 就只有在港澳而已嘛 那另外所以你會發現 他港澳的部分香港打一打 結果六七百萬劑 打了一百多萬劑之後呢 講說是因為外包裝出問題 發了一個公告說暫停施打 所以你就會發現暫停施打 所以你現在狀況是要到台灣來盜貨嗎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人家質疑說 你在台灣這樣兜了一圈 到底是為了統戰 為了你的生意 是為了什麼目的嘛 然後你都不來送申請嘛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 根本不用花時間去在上海復興身上 一直糾結 但妙啦 很多藍營的人士就跳出來 一直糾結在這件事情上面 那更妙的是什麼呢 藍營的這些人士呢 一面糾結在上海復興的疫苗 然後一面在嫌棄台灣的疫苗 那這更妙了 台灣取得AZ的疫苗在之前 在唱衰 然後講說這個AZ不好不好不好 講這個最多的是誰 你看這個費洪泰賴士寶 這些人都在嫌棄AZ的疫苗 然後你看 國民黨的文傳會的主委 還告訴你說 國人對AZ有疑慮 政府要盡快的進口其他的疫苗 你邊嫌棄 邊嫌棄完了之後呢 你看賴士寶自己就跑去打AZ的疫苗 超荒謬的 那你在嫌棄什麼吧 就是你邊嫌棄 然後自己又邊去打 所以就是這種態度呢導致之前呢 台灣在AZ疫苗一開始的接種率不高嘛 所以呢 等到大家發現 疫情真的在眼前的時候呢 才趕快跑去打疫苗 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在這個禮拜會分配下去的AZ疫苗 41萬劑 大家能打就趕快去打 然後再接下去兩個禮拜內呢 還會在到後的疫苗的部分 能接種就去接種 所以我們台灣其實是有疫苗的 大家不要因為疫苗問題陷入恐慌 欸 谢谢观看